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最终惹弄了得酒的爷爷 得酒的妈妈被爷爷撵住了家门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爷爷带着得酒和得西艰难的生活 平时爷爷会帮助烧烤店刷洗盘子 换取微博的收入 来供给得酒和得西的日常开支和学费 不过得酒认为爷爷对自己不好 吃的不好也没有玩具 经常抱怨爷爷 爷爷曾答应帮助得酒买一个玩具 但因为太贵了 最终没有买 得酒对这件事也非常憎恨爷爷 慢慢的从同学口中得知了很多母亲的故事 得酒开始想母亲 得西也开始想母亲 爷爷却从来不提母亲 很快意外就发生 爷爷被诊断出癌症晚期 很可能无法照顾孙子和孙女 爷爷也开始烦恼起来 身边的邻居都建议 可以把两个孩子让给别人抚养 但爷爷却一直不放心 看到得酒和得西这样想母亲 爷爷决定到马来西亚找回得酒的母亲 爷爷来到马来西亚找到得酒的母亲的家里 但得酒的母亲没有见到 只见到了得酒的外婆 得酒的外婆非常感谢得酒的爷爷 原来得酒的母亲之所以拿走儿子的赔偿金 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儿子生了中病 需要一大笔钱来治疗 最终才拿错了儿子的补偿金 但得酒的母亲却欺骗得酒的外婆 说是得酒的爷爷给了钱 最终得酒的外婆把得酒的母亲的地址 给了得酒的爷爷 此时意外又发生了 得酒的爷爷回到韩国 就因为癌症发病住院了 得酒看到爷爷爷生病非常伤心 就在医院照顾爷爷 我以前看到了母亲的地址 决定找到母亲 据按照姓的地址去寻找 不过当得酒找到地址的时候 住户告诉得酒母亲已经搬家 最终得酒决定在街头通过路人来寻找母亲 得酒找母亲的消息也慢慢的传开了 爷爷没有找到得酒的母亲 在村民的劝说下 把得酒和得西交给一个愿意收养孩子的朋友收养 这样的结尾 得酒和得西刚被收养人带走 得酒的母亲就找到了得酒的爷爷 得酒母亲表示 一定会还那笔丈夫的赔偿金 原来得酒在街头寻找母亲的时候 被一名母亲的朋友看到 朋友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得酒的母亲 最终得酒的母亲回到家里 希望可以见到儿子和女儿 得酒的爷爷也知道了怎么回事 最终原谅得酒的母亲一家人也团圆 这部电影非常感人 70岁的爷爷照顾两个孙子 故事虽然简单 表演也不是特别感人 但心里刻画的非常深刻 尤其是老爷子那个心里 特别的不容易 但又无可奈何 并不是完美的片子 但却完美的诠释了最简单的幸福 喜欢的可以看看 第二名字得酒 想看更多的好订 干净网友的信号迎战吧